雪碧邀您收看倚天屠戎 新年好戏不断 雪碧与你相伴 透新凉 可释放 新年刷屏更酷爽 雪碧邀您收看 腾讯视频酷爽剧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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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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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快走 父王 你轻功了得 和我去查看叙事 是 外公 杨左使 你们和小昭在这里接 有效的话 我会给你们信号 是 父王 女儿 听说你这一次 在武当吃了点鬼 是张无忌那小子运气好 他要是晚来半步 我就可以把张三丰这个老道带回来 一辈子 在元计划中 没有张无忌这个人 这小子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陆先生跟贺先生联手 未必就会输给他 那为什么在武当山上 阿玛阿狗会被张无忌 一个一个地收拾 郡主却不带玄冥二老同事去夹击 实在让成坤百思不得其解 明明 有这样的事吗 在武当山上 陆鹤两位先生 正在押韵灭绝师太 当时苦头驼师父已经在后命 我正想请他出来的时候 张无忌那小子竟然拔出了屠龙刀 什么 屠龙刀 武林至尊 宝刀屠龙果然威力无比 在这小的手上 比起灭绝这把倚天剑 威力大了何止十倍 几招便把阿狗的胳膊卸下来了 我怕再请苦头驼师父出手 万一两败俱伤 我方岂不是吃了大亏 所以才以退为进 约这小子来大都再绝高下 在我们大本营 要除他还不是手盗起来 更有机会把屠龙刀也一并得到 相转这一刀一剑 藏着一个大秘密 若能得到 此乃大功一剑 就带女儿夺得屠龙刀 献与父王 好 库都都 在 你是明明郡主的师父 夺屠龙刀 消灭名将 你要夺夺出力 属下万死不辞 好 明明 你要全力以赴 本王也想早日看见这一把屠龙刀 是 父王 这个成坤 居然敢在我父王跟哥哥面前说我 简直是吃了雄心豹子的 郡主息怒 少林七十二决议 成坤交回来了没有 目前还缺一本 金刚不坏体神功的图谱 他说怎么也找不到 这老狐狸说的话不能全信 其他门派的武功也逼出来了吗 昆仑 华山 空童他们 已经逼得差不多了 只剩下武当 峨眉 誓死不从 灭绝 已经绝世三日 估计撑不了多久 他有个叫周芷若的徒儿 带他来见我 是 郡主 是 郡主 是 李 是 是 是 我是 是 怪不得连名教张教主 都甘心不闪不躲地受你一箭 还险些丢了性命 果然是只惹人怜爱的小狐狸精啊 我是趁他不备 偷袭才成功的 以张无忌这小子的身手 就连你师父偷袭他 也未必能得手 一定是你向他抛了媚眼 令他色星大动才找了道吧 你胡说 我峨眉弟子 才不会做这种事 这种事很难说 峨眉众多师姐妹中 你最漂亮 最年轻 我看你师父偏偏最疼爱你 说不定你是你师父的私生女 不许你侮辱我师父 好 有胆色 给他一把剑 你跟他们交手 连胜三场 我就放你走 我以身中剧毒 内力全无 就算赢了招式 也没有用 你们不过是想骗我峨眉派剑法 要杀便杀就是 那就太便宜你了 你这小妖精 仗着自己够骚 以为人人都像张无忌一样 会被你迷住 我要用剑 在你脸上 刻上小银符三个字 拿下 别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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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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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教主 好久不见 欢迎来到大都 小女子有失远迎 郡主你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怎么能叫小女子呢 叫女魔头还差不多 怎么每次张教主都是藏头藏尾 真的是有失身份 朱姑娘是我小时候认识的朋友 原来是青梅竹马 那当然要救 如果峨眉派的弟子要出了什么事 那就别怪我了 张教主 你们先走 我要留下来与峨眉派共进退 可是 郡主 我自问清宫天下第一 你身边高手众多 保得了你一年 保不了你十年 只要你在周姑娘脸上划一刀 我就划你两刀 你派人追我未必追得上 但是只要我想着你 我就再来多划你几刀 我闲出必行 你也听到伟父王所说的 改日再来拜会 保重 师父 追上去 福儿 明教终于找到一个武功盖世 令所有的人都心服口服的教主 明教终于找到一个武功盖世 光明幼使范瑶 冒犯教主 罪该万死 兄弟 老知道是你 大哥 教主 这位是失踪多年的光明幼使范瑶 他和杨左使 当年号称逸遥尔经 当年号称逸遥尔经 当年教主 要灭中原各大门派 尤其是先灭我们明教 灭了明教 就没有人再敢反叛朝廷 为了摩清真相 我决定投靠汝阳王旗下 在暗中监视他们 所以 你就自毁容貌 因为只有这样 我才能骗过成坤那家伙 玉帝 难为你了 六大派他们重担 是西域翻送的石箱软金散 现在他们功力尽失 只有恢复他们的功力 才有机会救他们 那解药在哪里 现在石箱软金散和解药 由玄冥二老分别保管着 不知道玄冥二老 有什么嗜好 路好色 喝好酒 我倒有一个办法 多年以前我曾经 惩戒过一个彩花大盗 在他身上 得了一瓶彩蝶迷香毒粉 毒性和石箱软金散相似 只不过其药性 只有两个时辰 那太好了 兄弟 看来你跟我想法一样 谁 干杯 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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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入毒 为什么你下了石胶软筋伞 就是你带来的 石胶软筋伞是你保管的 你争了 我们先去拿几两 走 小美人 是师弟把你送来的吗 师兄 师兄 我不知道为什么中了石胶软筋伞 你把解药给我 你干什么 床上藏着个大美女 风流快活 也不叫上我苦头驼 原来韩基是你送来的 你这么算计我们师兄弟 意欲何为啊 塔上面 关着的峨眉派弟子 其中有一个叫周芷若 是我私生物 希望陆兄能够给他解药放了他 峨眉周芷若是你女儿 还有放了他娘亲 谁 灭绝 好 答应你 但是韩基的事 不可泄露 没问题 张教主 真想不到你会送封信给我 要我围炉喝酒啊 我也没想到你会一个人来 你就不怕我抓你当人质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信你不会欺负弱智女流 上座吧 要不把你窗外的丫鬟小情人 也叫进来一起喝酒吧 小招 是 在屋顶盯着 让我跟郡主好好谈事情 知道了 来 先饮为敬 你就不怕酒里有毒 以你的武功 杀我还要用毒吗 而且你为人宅心仁厚 五大派逼死你的爹 你都不计钱闲来救他 怎么会下毒害我 如果我们室友非敌 那该多好 你放了六大派的人 大家和和气气 自然就是朋友 我放他们又有何难 只要你劝他们归顺朝廷 从此为朝廷所用 不可能 今天我之所以来 其实是想劝你 不要与朝廷为敌 但看来是没有机会了 有时候我在想 如果我不是什么郡主 而是像周姑娘一样 是一个平民出身的汉人姑娘 也许你会对我更好一些 你说是周姑娘美呢 还是你的小丫头美呢 还是我美呢 我从来没想过 你之前答应过我三件事 在武当山上 做了第一件事 现在我想要第二件事 是什么 借你的屠龙刀 看一个时辰 苦头脱没骗我 看来还真是母女俩 不然为什么不叫别的弟子 单单只叫他一个 师父 你怎么样 听说张无忌昨晚来过 想要救你 有没有这件事 是 但赵敏以师父和众师姐的性命 做要挟 他才没有带我走 为什么他什么人都不救 只是救你 你在光明顶刺他一劫 几乎要了他的命 我想 他是看上来 在众师姐妹当中 虽然你年纪最小 但是 在我心中 只看着你 将来寄我之位 我不甘心 你被监督所骗 师父放心 弟子绝对不会 我要你发一个毒誓 跟我念 皇天在上 我弟子周芷若 皇天在上 弟子周芷若 日后若对张无忌心存爱慕 或结成夫妻 我父母在地下 不得安宁 师父灭绝 变为厉鬼 要我一生不安 若和他生儿育女 男的代代为奴 女的世事为娼 你按下去 日后 若对张无忌心存爱慕 甚至结为父亲 我父母在地下 不得安宁 师父灭绝 化为厉鬼 让我必受不安 师父灭绝 我父亲 父亲 若遇他生儿育女 难不 世世代代为奴 女 世世代代为奴 世世代代为奴 弟子周芷若清玉 我说啊 你们还有完没完啊 很快 等等 老子先回去圆个房吧 峨眉第三代掌门灭绝 坚以掌门铁纸环 传于第四代弟子周芷若 从今晚起 由周芷若接管峨眉 弟子年轻 自立商前 如何能担此重任 你要违抗师命吗 芷若不甘 峨眉掌门 必须武功卓绝 你的众师姐们私质鲁钝 只有你 辞职机构 我现将峨眉历代掌门 口耳相传的大秘密告诉你 你若得到 将来就有机会成为天下武功第一 大秘密 吐龙道和引天剑 小妹人 小妹人 等急了吧 我来了 小妹人 我去 你的功夫 你 最后 大秘密 大秘密 你 こ生 听哪的 我是名教光明幼士梵瑶 是来救你们的 这一瓶 是石香软筋散的解药 你们快服下 早就猜到你跟朝廷是一伙 我不相信你跟陆战克 果然是怡 ط掌门 骗不了你 我实话告诉你 这一瓶是段长荣尸粉 吃了之后马上会死 你不吃 我喂你吃 师父 师父 你别碰周植若 一会儿药力发作 就会痛苦无比啊 你试试运功抵抗 可能会死得舒服的 多年来 传说屠龙刀与仪天剑之间 有一个大秘密 但你的义父和灭绝 都明显没有找出秘密所在 现在 仪天剑在我手 屠龙刀在你手 只要你同意 把屠龙刀给我研究一个时辰 也许就会有所发现 因为从来都没有人 能够同时拥有屠龙刀和仪天剑 屠龙刀是我义父借我护身 没有当老人家手梗 我不能借给任何人 我还以为第二件事这么容易 你会马上答应 你要好好想清楚 这件事你不答应 下一件事也许会更难 必须要我义父同意 要是我加上周姑娘的命 也不行吗 我自然会救她 好 那这样 我跟你一起去找你义父 求她答应 在她面前看一时辰 这行吗 我是要好好考虑 我还有事在身 支配 张教授 那你什么时候回答我 给我一天时间 无论今晚发生什么 明晚再次相见 峨眉少林武当 空同华山昆仑 都已经吃过气药了 小王爷 苦头夺身裂奸 他挟持我师兄跟韩吉在塔上 想救六大派的人 你们 放火把塔给我烧了 是 小公爷 不能烧啊 我师兄和韩清还在塔上 一个机械算什么 既然六大门派不能为我所用 烧死便罢了 至于你师兄 算他倒霉 师兄 果然是犯贼 大胆 放箭 所有弓箭手准备 出一个 给我杀一个 干什么 跟我们走 灭箭手准备 你这功力恢复怎么样了 你在说什么 苦偷偷给了我们解药 我们大家都好得差不多了 正想杀出去 你们先走 我们随后来 好 跟我兄弟 我们杀出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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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原来真的是解药 先别开心 魔教卖我们这么大个人情 必有后招 我们先运功恢复 再看如何 大家小心 下面着火了 一到三层已经烧透了 我一直烧着来 走 我们往上走 怎么办 往上走 往上走 快 快 等等我呀 你解药吃过了 您想怎么样 此多多这么酸酸 不就是为了救你这个老乡 好喝你们的死成女吗 现在救了 快放了我师兄行不行 你乱讲 毁我青云 杀了你们 你们听着 立刻给我退兵 否则我现在就把韩基他们 扔下去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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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都齐了吗 灭绝掌门还在下面 哎呀 这里实在太高了 天宫再好 一样会摔死 那怎么办呀 这么高 他们下不来呀 快想办法救人 我们从这儿把绳子抛上去 让他们滑下来 拿剑来 行行下去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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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à 快走 放箭 快进去 大家快进去 住手 不然我杀了他 快放了我的皇上 明明 别管我 把他们抓 上面快坚持不住了 外公 杨总使 你们去逼退赵敏的弓箭兵 好 我在下面用乾坤大脑 一接住他们 父王 帮我一把 是 教主 武器 武器 师叔 师伯 各位前辈 现在情况紧急 请相信张武器 我先跳下去 再用乾坤大脑 一接住各位 每次两位 好 教主 我先跳 武器 二师叔信任你 我也先来 那我先下去 我先跳 下来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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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 不 院长们 别打了 快走 将武器在下 没有前面大和一剑 抓住咱们哪 快走 走 没事吧 没事 还有谁在上面 我师父和玄冥二老 还在塔上 保护大爷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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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快走 站上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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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不要 不要缠着周知书 师父 不要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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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教主 五行骑已经把六大派的人 全部都救出来了 此地不宜救了 我们尽快撤住大头 师父 你要坐视 范有师 把灭绝掌门的尸身带走 周姑娘 张教主 请你放了我的皇兄 把人带下来 是 公子 我们走 作词 我 和王 徐 和王 不 的 郡郡主年轻任性 已致中了张无忌这奸徒的诱惑 经一世长一致 以后不会再犯错了 这是我跟父王之间的事 轮不到你插嘴 我现在已经决定 把对付中原武力的大权 交给成坤 以后你就不用管了 现在 你终于拿到你想要的了吗 郡主言重了 贫僧为王爷效力 只希望消灭武林中 反对朝廷的监徒 其他的不敢多想 把天下 婴马令牌 交出来 明明 肖 expert 没有我的命令 不允许离开大洞 怎么一天之内 天就像塌下来一样 昨天我还嫌疑怒骂 外人粗拥 今天 就落得个孤家寡人 我就这么被人嫌弃吗 当然不是 我还以为张教主要失约呢 对朋友的承诺 我从不反悔 这么说 你把我当成朋友了 我答应过你三件事 如今该完成第二件 我想要赵姑娘 前往极北之地建我义父 只要她老人家答应了 我便把屠龙刀介于你 金毛狮王在极北之地 是我长大的地方 我娘命她为冰火岛 投业 谢谢你 吟儿有信 陪我出去走走吧 天地各一方 如何相逢 相逢只不过 一颗美梦 一颗属于我的感动 太过沉重 有时也注定无数 你救了我 我请吃糖 来 只为你一次一次千层百孔 每当我的泪不全涌 有谁能懂 只愿是你的年容 这哨声 是江湖上的暗号 峨眉派 你怎么知道 六大派围攻光明顶前后 我花了三年 派人查清了各门派的暗号 暗哨 求救什么 要不要去看看 峨眉派在干什么 也许你那周姑娘也在 师父 希望你在天有灵 可以帮助弟子 杀了张无忌 为你报仇 师姐 师父是被玄冥二老所害 与张教主无关 我早就知道 你跟张无忌有私情 丁师姐 你不要含血喷人 我自问清白 并未与任何男子有私情 不然师父 也不会把掌门之位 传于我 想拿掌门二次来压我 我可不承认 直若 的确是本派最年轻的弟子 论德王 武功 是不够格当着掌门 但师父 力言重责 我不得有负师父嘱托 想当本派掌门 必须武功才智 都是众姐妹之手 你起码要先打得过我 你才有资格当掌门 看来这个丁敏君 很有把握赢你的周姑娘啊 周姑娘要糟了 叫我一首好姐姐 我来帮你救她 周姑娘要糟了 我来帮你救她 好姐姐 好姐姐 你真手不错呀 妖女你还敢来 敏君 玄冥二老已死 那个头驼 也是明家的卧底 现在他身边 已没有高手了 道长 现身吧 全都不甘一劫 除了这个 我没够到她 赵敏 你想怎样 我奉命追杀六大派余孽 道长 一个不留 师姐们先走 其实我也可以不把 峨眉派全杀了 你们现在谁是掌门 给我站出来 家师生前 已经把掌门帖指环 传位于我 那好 这是七虫七花丸 周掌门吞了它 我就放走你的铜门 不过 你会被毒虫 饰咬内脏 七日七夜 才会死去 怎么样 芷若 不要吃 我峨眉派 可以输了武功 断不能输了骨气 可以放他们走了吧 你自己小心 行啊 掌门人 我为什么在船上 你要带我去哪儿 周姑娘 昨夜巧遇你被同门欺凌 但我若是出手 不加身误会 就请了赵姑娘 骗走了你的师姐们 你吃的不是毒药 是迷药 我们现在是要去哪儿呢 万里之外 去接我义父 你若是不愿同行 前路会有回航船 可以拜托他们送你回去 我现在 也无处可去 就陪你走这一早 昌教主 你这一行三美相伴 验说不浅哪 你就别笑话我了 原来找谢大侠借屠龙刀 是给赵姑娘一看 但是这两大神器 到了她手上 就不怕制服不了她了吗 你师父手持一天间 我仍有赢她的把握 赵姑娘虽机智过人 但武功迅于令时 不用担心 有你在 我什么都不担心 好大的兵啊 好美 想不到还有这样一个地方 怎么了 好像是野兽的声音 不 是义父的身后功 难道敌人来了 义父 我 但灵 탁 是黄套 我 不是 还什么 是 我是 是 era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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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胸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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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午进 进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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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谁 我义父在哪里 他们是名将西方总坛的风云三史 灰月史 流云史 妙峰史 至于你的义父嘛 他打不过 所以躲了起来 他刚刚还用了诗走 哼哼 如若不是因为这一招的话 估计 你义父逃都逃不掉 你又是谁 四大护教之手 紫白金青 紫山龙王 我是现日明教教主张无忌 紫山龙王 还不向教主行礼 哼 我本乃总教护教圣礼 现已回归总教 不须向中途明教教主行礼 这是什么平级啊 尽党能注意天剑 是中土明教失去多年的三个圣活令 由天外其境所住 坚硬无比 紫山龙王 我 圣火令本就是中途之物 这把 我收了 小招 公子 对不起 我不能不听娘的话 我 你不听娘的 那你来 我 我 你来 我 你去 你来 我去 我就来 如若你能莫出乾坤大挪一心法给我 我便可以放你们和谢迅一条生路 现在总教十二位宝树王 已经知道你们手上有倚天剑和屠龙刀了 他们希望你们一并献上 十二宝树王是什么人 如今总教没有圣女教主 所有教务由十二位宝树王集体决定 不能改 张无忌恕难从命 你们几位的武功就算再高强 那也抵不过我船上的火炮 本宫给你一天时间考虑 你想清楚 小张 我们走 走 走 不知道谢大侠现在在哪里 我知道 先别进去 我怕义父把所有人都当敌人 他的事后功威力无比 滚 义父 是我 我把他们打跑了 你是无忌 是 我是无忌 你叫一声十字号给我听 师父无忌 义父 义父 无忌 我的无忌 无忌 无忌 你现在是教主了 义父 我应该向你行个礼 义父 来 坐下 来 先坐 在这里我们是父子 等回了光明顶 见了大伙 在心里不止 自身龙王 他的女儿 一定是当年 他和尹叶先生所生的 小赵 就是龙王派上光明顶的卧底 是小赵翻译乾坤大奴义的内容给我听 我相信他记得整套信法 只是没有把完整的版本交给他娘 小赵为什么要拿走屠龙的 我不知道 我觉得他会回来 为什么 我是女人 我当然知道一个女人 如果用这么狂热的眼神望向一个男人 是对这个男人有多沉迷 每次我见到他在你身后 都是用这种眼神看着你 他一定不会出卖你 把小赵放开 赵剑 给我 白天出了 我找个好衣服 快 给我 先把圣火令给我呀 剑一天剑一用 你一定会 走 怎么挤不开 西域的打穴手法和中原不一样 不计 他们在用的是 神国令最厉害的武功 生活分成 为他打众 快全身着火 应左则前 应右则后 日生月矣 云开雾散 三须其事 无中生有 你在念什么 圣魂令打众的地方留下的烙印 上面有这些字句 难道这是 乾坤大罗仪的外公 念给我听 应左则前 应右则后 三须七时 无中生有 日生月矣 云开雾散 明白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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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没有声没有意见 交给我 你先去解开小赵的穴道 小赵 公子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你没有受伤就好 没事了 那之后我们怎么办呢 我已识破他们的武功 他们打不过我的 谢大侠 无忌要得到你的同意 才可以把屠龙刀借我一看 不知道 我有没有这个福分呢 借给你干什么 这百年来 你跟灭绝 是拥有屠龙刀和倚天剑最久的人 很明显 你们都没有参透其中的秘密 我想 是不是该把屠龙刀和倚天剑放在一起 才更容易找到其中的奥妙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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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秘密在哪里 多想几天 我就不信想不出来 小少 你过来 公子 能听懂吗 不认识 公子 姑娘让我们投降 不然 明天早上她就自焚心脏 她为什么要自焚 说是教规所定 此生龙王克里斯 是护教圣女 如果是真脱教 俺教规就是被生活 活活烧死的死罪 公子 我们可以去救我的娘吗 我陪你去 我跟小焦先上战船 你带着义父和周姑娘 保护好头能盗跟你一天见 我陪你一起去 有你陪着义父 我才安心 那你万事小心 小招 别过来 娘 别动 娘 娘 我已经想清楚了 小招 你 公子 娘 你 你 你 这件事情和你解释清楚的 你怎么换了转身倒板 我现在已经是名教总坛的护教圣女 圣女 只能由三大家族的女儿承担 但这一带有瘟疫 人丁单薄 原来适合做圣女的 只有我 我现在已经代替了我的母亲 成为总教的教主 你这么做 是为了 我成为教主 我的母亲 就不用再自焚赎罪了 我能背出乾坤大挪疑心法 十二宝树王 也不会多说声 只是我要永远留在这里 再也不能回去了 你真的心甘情愿去当着圣女吗 我 我给你们准备了船 还有粮食 送你们回归中途 你回去之后 就真的不能再回来了吗 回去之后 圣女一生守朕 不能和任何男子接触 也永远 永远不能离开宗安 公子 你好 我们以后都不能再见面了 如果你不愿意 没人可以逼你回西方 不 不 我愿意 只要是能为了你好 我做什么都愿意 哪怕让我一辈子 不能跟你见面 哪怕 哪怕我们永远东西相隔 我也心甘情愿 可是 小赵走后 还有赵姑娘 赵姑娘那么聪明 有她在你身边 就不会有人敢害你了 还有周姑娘 周姑娘那么善良体贴 你跟她在一起 你一定会很开心的 小赵 小赵在西方 会日日夜夜地 向大神祈求 祈求你一生平安 即将其他人 在心中 那你应该很开心 像你一生平安 作曲 李宗盛 吃肉怎么样 它已经好多了 只是昏睡 小赵给我们备了粮食和船夫 明天我们就回中途 他们还给我们留了不少好吃的 有西方的美酒 来 喝一杯吧 好 我也没跟义父喝过酒 今晚当福一大白 好 来 再来 义父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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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义父 周姑娘 周姑娘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赵明在酒里 下了药 你们都喝倒下了 我害怕 他陷害你和义父 就一直装作 昏迷不醒 后来 他把我们带到小船上 我看见赵明 手拿屠龙刀 和一天见 他一定是 要带我们回朝廷领功 便趁他不备 跳入水中 顺着水流 飘到这儿 那他为什么把我留下 可能他想用义父 要挟你什么吧 我真不敢想起他 你现在感觉好点了吗 好多了 无忌哥哥 能这样靠着你 我就什么都不怕了 天下之大 我只剩你一个亲人 跟你来着病活到 我就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我始终 会是你的人 张无忌和周芷若 坐了小钊留下的小船 回到光明顶 教主 教主 各位 此去冰火岛 便胜恶情 我先把植肉姑娘安顿好 再跟大家悉数 是 无忌哥哥 怎么不好好休息 我 有事想跟你说 我们婚事啊 当然尽快去办 不是这件事 那是 我师父把掌门铁纸环 传给我之时 还传授了两门 只有峨眉派掌门 才能学的决意 我练了几日 发现 除非有极厚的内力 否则 就算练上二十几年 都不能成 无忌哥哥 不知道你的九阳神功 能不能助我练功 当然可以 你对我真好 我对你好是应该的 我对你好是应该的 待会儿 我就给你输送你里 看七天之内 能否助你 打通任督而迈 待我练成武功 我陪你一起去救回义父 夺回一天间 屠龙道 将 邹 White 帮变 dx 福 二 二 局 航行 身 - 人 什么人 宋青叔 你七师灭祖 还敢有脸出来 我现在自成一派 柳大派还有谁敢看不起我 我就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我现在自成一派 打不尽 来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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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郡主 你果然猜得没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赵姑娘光临道贺就是我们的客人 各位请给几分薄面 不要对赵姑娘无礼 赵姑娘 请上座观礼 我有几句话要跟张教主说 说吧 边总 有什么话要说 请行礼之后再说 行礼之后就已经晚了 赵姑娘请自重 张无尽 别忘了你答应过我的三件事 第一件事 在武当山上 我不许你用之前学过的武功 第二件事 我要借你的屠龙刀一看 第三件事 便是今天 我不许你跟周子若成亲 我答应你的三件事 必须不违背侠义之道 今日我若不成亲 便已违背了义字 你若娶她 才真的是不孝不易 你知道你的义父现在在哪儿吗 我义父在哪里 你要是留下来成亲 就再也见不到你的义父 且慢 我跟你走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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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张无忌 你为了这个妖女 竟要与我回婚 张无忌 你为了这个妖女 竟要与我回婚 芷若 有些事我必须搞明白 请你原谅我 我一定回来向你前罪 今日你若走了 就休再回来 今日 今日 是张无忌赴我在先 我周指路 我张无忌 多一绝 郡主 看到了吧 这五个纸印 是跟宋庆书伤口一样的 你怎么会知道 我马不停蹄 连夜赶去了武当 于二下 让我看宋庆书的尸体 她头颅上 有五个洞 她们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周姑娘 她的武功 会进步得如此之快 她说是灭绝死前 传授她峨眉绝学 但是要深厚内力 助她修炼 我便帮她打通认渡二脉 真好评 我也觉得有点奇怪 宋庆书 怎么就上了额眉 她本来就是被安排 当个替死鬼的 是郡主从前的心腹 他们查到 周指路 离开光明顶之后 去找了宋庆书 他们秘密令宫一个月 然后就上了额眉 宋庆书 一直喜欢周姑娘 又穷途末路 周姑娘就教她武功 求她答应杀了丁敏君 她自然答应 周姑娘利用她 杀了丁敏君之后 又突然下手 杀她为师姐报仇 那额眉派掌门的位置 周姑娘就彻底索稳 其实 她还在冰火岛 便已如此了 她装着受伤 偷了我的石箱软青伞 迷倒了我们三个 将屠龙刀和我们一天见 刀柄和那剑柄花纹互相吻合 就是开启刀剑的钥匙 正反割牛三次 刀剑内的大秘 就会呈现出 必顾我 谢谢大侠 谢谢大侠 我用了最后一口气 跳到海里逃生 我竹差里有解药 解了毒性之后 就顺法回到中原 联系师父 调查他的一举一动 但他练的是什么武功 再短短一两个月 就有如此威力 如果我跟师父没猜错 他练的 就是九阴真经里的 九阴白骨掌 当年 梅超风球速成 是以活人练功 怪不得 怪不得什么 早两天 我从他手上隐隐 闻到了腐蚀之味 那我依父在哪里 世王被囚在峨眉 我想去救他 他被关在一个 铁门很厚的地窖 头顶就只有一个小洞 那个金发 那就是他给我 让我带给你看的 是我做坏你了 对不起 你辜负了女孩太多了 师父 你的嘱托 只若已经做到了 我会用九阴真经的武功 光大峨眉 原本 我不想遵从你的意思 想嫁给张无忌 顶多 一辈子不生而育女便是 如今 是他赴我在先 就怪不得我了 师父你就安歇吧 岂便你再生 武功也远不如我 做鬼 就别再想管着我了 你再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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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放不下张无极 我恨不得把这个复刑人 不兴挖飞 祈奠我先是在天之里 不过 你还有谢迅在手上 你从冰火岛回来之后 都做了一些什么 汝阳王可是一清二楚 本来你是计划 利用成亲之后的一段时间 用药把谢迅弄成白痴 然后再假装把他给救回来 那这个谎 便圆得天衣无缝 我的事 用不着你管 只要有谢迅在手 便不用担心天下英雄 跟张无极不会来 只要你愿意跟小僧合作 在峨眉山组织图师大会 到时候谢迅的天下仇敌 便会悉数到场 张无极跟他的手下 一定会赶到 那个时候 我便可以一网打尽 得罪天下武林 我有什么好处 由汝阳王封你为国师 掌管中原武林 你还可以报 张无极毁昏之仇 各位武林前辈 千恶之徒谢迅 三十年前 三十年前 妄杀无辜 所伤遍及武林各派 事后逃亡极北之地多年 今日 被我峨眉所前 鹤邀各大门派立临 共关 徒师大会 与谢迅有仇者 皆可削他一刀 待千刀万剐之后 再斩首世中 谢迅乃本教护教法王 谁要伤他就是与我明教为敌 望周掌门念在彼此武林一脉 高抬贵守 释放失望 明教上下 岂敢大得 你们明教是梅教主吗 轮到你在这儿说话 你 丑掌门 张无极在此 求你放了我衣服 张无极任兵处置 谁赢了这擂台 谢迅由谁带走 我先去衔袜 脸 张无极任兵处置 殷父 这个婆娘交给我对付 走 外公 九阴败古兆 你为什么要练这么阴狠的武功 到了此刻 我也不想再瞒你 在冰火岛上 的确是我拿了赵敏的诗香软金丝 取走了以天剑和屠龙刀 遵师父的旨意 取得了内灵的秘密 至此 你我两不想请 芷若 别再错下去 我可以原谅你 现在是我 不原谅你 走 掌门 有人闯入我们后堂 死了很多弟子 看着他们 是 义父 好 帮我照顾好义父 你这老狐狸 竟然扯血而入 是你笨 死了 可是 你这死 快点 如果我不是 会不停 还要补 是 结构 竟然扯 和老杨 不用猜了 攻陷少林藏金阁 七十二决议 我交了七十一种给赵敏 我告诉他 找不到金刚不坏抵神功 其实是我独留一门苦练一年 略有小成而已 成坤 今天就把账好好算一算 功 我有天下两大神兵 手 我有金刚不坏抵神功 凭什么跟我算账 不过今天倒给了我 斩草除根的机会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呀 杨总是 今天中原武林 谁也别想走掉 帮我照顾好之若 好 张无忌 你还有什么绝招 尽管使出来吧 尽管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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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古怪兵器 本将圣女教主有令 中土名教张无忌教主听令 此山龙王 乾坤大挪仪已经交回总教 中土名教的镇教之宝圣火令 就应交还于你 张教主即可大胆吃围 领命 管你什么总教分教 一个都跑不了 放箭 你们那人中间有一半还是对我忠心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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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劲道不會替神功 啊 啊 啊 城关 你已经破功了 姨父 城关 来 给他破壳的 我不会杀你 我叫你余生 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 教授 他怎么了 知若 无欺可干 还能原谅我吗 少姑娘 我叫你余生 天地各一方 如何相逢 相逢只不过 一刻美梦 一刻属于我的感动 太过沉重 有时也注定无忠 有时也注定无忠 你的脸容 连夜雨冷风 年夜冷风 吹不散美洲 吹不散美洲 秋一抹笑容 不过 尸弱 曾经的伤口 我早 无动于衷 所以为了你 在此前藏白空 我的心只愿意认同 唯意认同 只要是你的脸容 夜夜雨冷风 夜夜冷风 吹不散美咒 吹不散美咒 雪碧 新年刷屏更酷爽 城外却没有 以后只怪天作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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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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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